女人正在海边抓螃蟹 她要拿来钓鲨鱼 只见她把螃蟹丢在水桶里全部捣碎 接着倒进海里 很快血腥味吸引来了一条小鲨鱼 好在这一切都在女人的掌控中 她举起木棍 猛地扎向海里 一击避重 这么简单吗 大花滴溜着鲨鱼回到岸上 她打算趁着夜色 用鲨鱼钓出诡异生物 自己躲起来守株带兔 结果却睡着了 醒来时发现鲨鱼不见了 无奈大花只能把朋友的尸体掉在树上 晚上继续趴在坑里等待 这一次终于看到了怪物的行踪 她吓得瑟瑟发抖 唯恐发出一点声音 就在几天前 大花遭遇海难 和朋友一起流落的荒岛上 然而朋友却被珊瑚扎中腹部 她救人心切随即拔掉珊瑚 眼看朋友血流不止 她非但不帮忙止血 却脑子一抽 要给朋友找水喝 还好找到一个椰子 她先是用石头砸 然后用牙齿使劲撕药 虽然打开了 随后也漏了不少 可当她回到岸边 朋友早已没了呼吸 大花围着荒岛转了一圈 找到了几瓶早已过期的黑酱油 还有一盒火柴 另一边 朋友却差点被螃蟹住了潮 大花只好挖了个沙坑 把她推进去 被冲到岸边的鲨鱼 满身伤痕 像是遭出了袭击 这是大花第一次吃不要钱的海鲜 可当她吃饱喝足后 却发现朋友的下半身不见了 她这才意识到 附近一定潜藏着某种可怕的生物 漂浮着什么东西 原来是行李箱 她潜入水中想要看看附近还有什么 万万没想到啊 海底赫然出现一个黑洞 她吓坏了 黄芒回到岸上 她刚换上箱子里的衣服 就发现头顶有一架飞机飞过 黄芒间 她找出信号弹发射出去 可飞机已经飞远了 信号弹落到海面上那一刻 她看到了浮出水面的怪物 大花吓得转身就跑 她捡起地上的长毛 躲在大树后面 好在怪物并没有找到她 第二天 大花藏在树干内 希望可以躲过一街 夜晚 怪物却不停地袭击树洞 大花十分恐惧 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天亮后 大花发现外面一片狼藉 她丝毫不能松懈 要为晚上做足准备 只见她用帆布做了一吊床 被夜店了都直呼内行 到了晚上 怪物再次来袭 她疯狂地撞击着树 大花很快就被掀翻在地 她拼命逃跑 怪物凭借天生的游泳技能 瞬间就从水里 跳到她面前 危急时刻 大花举起长矛刺向怪物 不料却被怪物一把丢出去 眼看大花命悬一现 突然空中划过一道闪电 怪物瞬间跳进海里 没了踪迹 这晚 大花再也睡不着了 而是躲在树上度过一夜 天亮后 她发现海上飘着一个救生艇 来人正是自己的男友和闺蜜 这么多天 终于见到了活人 大花讲述了这里的遭遇 并表示 如果不及时离开 晚上会再次遭到怪物袭击 可闺蜜根本不信 坚持要等待救援 你抬着荒岛上谁会来救你呢 看着男友脸上的表情 显然她和闺蜜 已经发生了不可描述的关系 大花意识到 自己的头顶已经一片草原 她并没有点破 而是匆忙收拾好物资 趁两人不注意 准备成救生艇独自离开 可事已愿违 他们发现后 男友上前阻止大花 闺蜜却趁机偷袭 将她拍晕 等大花醒来时 发现被两人绑在树上 无论她怎么劝说 怪物会在夜晚出现 男友仍不肯帮她松绑 另一边 闺蜜正在海边散步 突然感觉到诸如异常 一声尖叫 划破整个黑夜 男人举起火把 上前查看 怪物转头跳进海里 拖着受伤的女人 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男人躲在树上 不敢动弹 大花告诉她 怪物白天不会出现 两人收拾好物资 打算乘救生艇离开这里 可刚飘出去没多远 怪物就伸出爪子 再次搞偷袭 两人迅速躲进去 怪物却从底部开始攻击 好在手里的信号枪 打中怪物的脑袋 她钻回海底 可下一秒 大花瞬间就被怪物拽了下去 她拿出随身带的匕首 狠狠地朝怪物身上 刺了几下 怪物吃痛 女人发心狠来 真不好惹 这时男友跳了下来 怪物感觉 这个家伙应该好欺负 随即就朝男人 冲了过去 她被怪物拽进了黑洞中 大花意识到 不能再坐椅待毙 她打算先下手为强 解决掉怪物 只见她使了许多柴火 围好陷阱 夜晚怪物如期而至 在她踏入陷阱的那刻 大花点燃火堆 然后趁其不备 举起长矛 猛地刺向怪物 不料怪物有所防备 一巴掌将她拍飞 随即又把她拎起来 大花用木棍 狠狠地给了她几下 疼 好疼 怪物吃痛 大花被丢在地上 她起身开始逃跑 怪物就在后面追 好在怪物失血过多 在最后一秒甩倒在地 机智强悍的大花 把临危不惧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绝处求生时 人的意志往往会被发挥到极致 怪物虽被打败了 大花会不会把她 做成海鲜烧烤吃掉呢 那么她到底会如何逃出荒岛呢